《台灣女性》 剛才張青談到台灣的女性 我覺得台灣是男女最平等的社會 真的是女性非常的出頭 在整個國際社會裡間 這證明了台灣的民主的一個成功的一面 只是我要想說的是 台灣女性不要動不動就不結婚 蔡英文也好 呂秀蓮也好 陳菊也好 蕭美琴也好 帶頭不結婚 讓台灣的人口下降成為負增長 所以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很擔心 像日本那樣不斷的萎縮 所以我覺得台灣女性從政參政非常好 但是在少結婚有個健全的家庭恐怕更好 下面我請郭寶勝先生 郭寶勝先生是牧師 也是長年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 他以前在中國也是從事民主運動 為中國的民主化也坐牢多年 那麼這一次他也近距離地去觀察台灣 他有很多的體會 那有請大家掌聲鼓勵 大家好啊 我這次觀察呢 從八號到十八號整整十天 我們也去了國民黨的總部 民進黨的總部 也去了這個時代立黨的競選總部 都吸收了很好的一些經驗教授 我們也參加了陳英文最後一場的道士晚會 然後在一月十六號開票的那天晚上呢 我跟台灣人民共同經歷了最激動人心的時刻 那一夜真的是光榮革命的凱旋之夜 那一夜也標明了台灣民主自由的一個勝利 標明了台灣國家意識的一個勝利 也標明了維持現狀政策對九外共識的徹底的一個勝利 也分表明了兩國論對兩岸同屬一國這樣一個政策的徹底的一個勝利 在這樣一種勝利當中呢 我們作為中國的人權人士 也應該站在自由民主的高度 對他表示真誠的一個祝賀 我們看到這次選舉呢 民進黨是這個大贏 在這個立法會113席他獲得了68席 這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掌握了這個立法院的多數黨 蔡英文他是689萬張票 比他上一次的609萬呢 多了整整80萬張票 多的這80萬呢 基本上都是從錢來過來的 這樣的話在行政權和立法權呢 民進黨是一個全面執政時代的一個到來 為什麼民進黨進行這個大贏呢 為什麼蔡英文跟朱立龍相距這麼大呢 我總結了五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當然就是九回一選舉太陽花運動 2014年扭轉了整個台灣的政治形勢 本來是一個親中親共的這樣一個政治走向 跟大陸來聯手 聯共制度啊 然後在經濟方面全面的依靠中國 然後通過很多的黑箱的作業 簽訂了很多的兩岸的協議 太陽花學運把這樣一個政治空氣全面的給扭轉 也培養了很多綠營的一些幹部 在這個運動當中呢 蔡英文也恢復了他的民進黨的領袖的地位 九回一選舉 綠營在這個六都獲得了五都的地位 他為這個大選的獲勝奠進了一個監視的一個基礎 第二個民進黨勝選的原因呢 就是蔡英文他們的經濟政策是非常的正確 我們知道 由於馬英九的這個親中的經濟政策 台灣的經濟非常的落後 十六年沒有漲工資 我去已經三四年沒去了 這次去跟前幾年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路邊擺攤呢 非常的可憐呢 台灣簡直就像那個泰國一樣 但是這些台商在中國的東莞 在空山在蘇州建設的那麼好 在自己的家裡就忘掉了 我真是為他們感到羞恥 也真是為國民黨的這樣一個青春政策感到羞恥 自己的家園都忘了 空山建的那麼漂亮 蘇州建的那麼漂亮 但是自己的家園呢 破破了呢 紅色經濟鏈掏空了台灣的這個經濟 所以針對這個經濟問題呢 蔡英文提出了產業升級 要建亞洲的硅谷 要全面的振脫把中國的限制 加入TPP 環太平洋夥伴關係 要靠美日同盟來提升台灣的經濟 拖亞入歐 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可能效果比較慢 可能三四年之後見效 但是這個戰略是對的 你如果再跟中國你纏在一塊 不僅你跟財力人力全都跑到中國去 另外中國的這個官僚經濟 發生的樓市股市的崩潰 馬上就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這個經濟政策 在這個轉向 是贏得民心的其中的一個 第三一點呢 是這個 具體的選舉的一個策略方面 比方說在這個部分區立委上 我們看到 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第一名是誰啊 王金平 塔能選 但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是誰啊 是一個食品安全專家 吳孔玉 就是說他沒有任何的政治資歷 但是食品安全專家 你說那個部分區立委的名單 你就看到 誰在真正地關心 老百姓的這個生活的幸福 誰在為官位還考慮啊 然後民進黨那個部分區立委的第二位 第三位 都是女性老人問題的專家 陳蠻力 吳玉欽 這些就從來在政壇上沒有名的 一些專業人士 而民進黨的那些 那些老政客 像這個 柯建林啊 趙天玲啊 都是跑到那個區域立委去打拼 去要拼啊 但是國民黨的那些最有資歷的 都掛的部分區立委啊 躺著選啊 所以說這個 立委名單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 誰正是願意來冒著風險 為人民來服 我們看到這個 第四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 蔡英文和他的搭檔陳建仁 他本身的個人的一些素質 他們沒有這個醜聞 沒有一個貪腐的問題 不像後來那個 王若璇 就是副總統 國民黨的 有這個軍閘案的爆發 這個他們被稱為是 壓死倒草的最後一個駱駝 就是說 國民黨已經七夕奄奄了 像倒草一樣 然後軍閘案就像一個駱駝 壓過去了 但是這個 我們知道 蔡英文還有他成見人呢 在個人的方面 尤其這個蔡英文 他特別重視這個年輕人的發展 他非常親民 他有自己的Facebook 人們天天跟他聯繫 所以這種形象呢 使他的個人的這個形象大為提升 我講的第五一點 也是最重點的一個 就是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是非常好 迎合台灣人最大的一個共識 就是維持現狀 什麼是維持現狀 蔡英文講了好幾次 第一次在美國來的時候 他講 維持現狀 就是建設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台灣人的前途 由台灣人自主來決定 這個就是以第一支毛根第一支度 中國美國 你不是說要穩定嗎 那我們要維持現狀來表述 維持現狀 他後來在總統的這個 這個競選總部 他們民進黨競選總部成立的那一天 他也講到 民進黨不等於台灣 國民黨也不等於中華民國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民進黨不是馬上要宣佈台獨 民進黨不是台獨 那國民黨也不是中華民國 國民黨反而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敵人 連戰跑到北京去閱兵 為一個反中華民國的敵人去站台 國民黨不等於中華民國 民進黨不等於台灣 第三句話就是我寫的一篇文章 民進黨可以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告訴了我們 蔡英文的真正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是華獨 蔡英文不是台獨 他是華獨 華獨是什麼意思 就是台獨金馬地區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這個國家的國號叫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是一中各表 馬英九他們認為的中華民國 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國家 蔡英文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獨 他是個獨立主權國家 可以直選總統 維護他的民主自由體制 所以這樣一種華獨的思想 這兩時間現在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個主流 我們也不搞台獨 台獨是什麼 台獨是在民進黨19 2007年 由希昆他們寫的那個 正常國家決議書裡講的 就是台灣金馬是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國號是台灣 這樣一個決議書是各自了 蔡英文引用的是1999年的 民進黨的一個決議書 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書 那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邊根據李登威的兩國籠他們寫的 就是說台灣金馬地區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它的國號是中華民國 這樣一個定位也是非常符合 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 美國台灣關係法就是說 也承認台灣是個事實獨立的國家 任何適應於外國的法律都可以適應台灣 一旦台灣的現狀武力改變 美國肯定要介入住 所以我們看到 維持現狀政策呢 是將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呢 要維持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不變 民主自由是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價值 我們可以在這裡 行使公民權利 我們可以就是說 進行總統的一個直選 所以它的這個民主自由呢 成為他們特別強調的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看到 維持現狀政策 它是要講 台灣的這樣一種事實獨立 這樣一種狀況 跟法理獨立還是不一樣的 法理獨立是什麼 法理獨立就是說 我們要 在國際法上 我們要以台灣的國號加入聯合國 在國內憲法裡 我們要修改這個疆土 然後這個主權的領域呢 只包括這個台墾金馬 這個就是真正的一個台灣共和國的概念 這個概念呢 也是被給否定的 也是被維持現狀政策給否定 第三個層面呢 維持現狀政策就是要否定 九二共識 很多人說蔡英文是昆心菜 蔡英文絕對不是昆心菜 他在有一點上一定是見識到底的 絕對不會拖讓的 絕對不會妥協的 哪一點 就是絕不答應九二共識 為什麼不答應九二共識啊 九二共識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兩岸是一個中國家的一個 國共兩黨的一個安排 但是蔡英文是一個鑑定的 兩國論的興奮者 他一定要承認 兩岸是一個國與國的關係 對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邊呢是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鄭子瑜事件呢 拿了一個中華民國的旗搖了一下 就說是台獨啊 所以你看到九二共識 它的結局就是中華民國本身給否定了 國民黨傷害最大的就是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傷害最大的也是中華民國 實際上現在中華民國的尊嚴 由誰來捍衛 是由民進黨來捍衛的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吊詭啊 所以蔡英文要捍衛的就是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主權獨立 主權自由 捍衛的是台灣人的人權和民主 所以我們分析了這五點 我們就知道他勝選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呢 作為海能外的人權人士 要積極的支持 就可以,不就知道 成功中華民國的全世界 有設計 尊嚇 多了 是 多了 多了 你 有